您好,我是张敏 关于印度跟中国是否开战的问题 今天网络上公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在印度的头号杂志 今日印度杂志 与民调公司卡雷洞察杂志社 在整个印度进行了调查 他们按照各种人口的比例 各阶层的比例 分发了数万调券 最后呢,他们调查的结果是 59%的印度人主张印度军队应该向中国开战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态 这就说明印度人普遍对中国 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愤怒 因为这个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 想让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 表决对另一个国家开战 是很困难的 即便现在的这个美国 如果要想表决对中国开战的话 我估计比例会很低很低 尽管有高达73%的人讨厌中共 讨厌中国 但是呢,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开战 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呢 他们意识到任何战争呢 都会给他们带来审时 他们将不得不交更多的税 更辛苦的工作 他们的儿子可能上前线 流血牺牲 跟中共宣传的这个什么美帝国主义 英帝国主义 在世界各地打仗掠夺财富 恰恰相反 其实他们都不愿意打任何一仗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一战二战 美国都是拖了很久在参战 本来呢,一战呢 是1914年就爆发了 那时候呢 很多人都认为 美国将会卷入战争 但是呢,美国民众认为 那是欧洲的战争 跟我们无关 我们要去劝解 结果呢,一直到了 1917年 也就是三年之后才参战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美国当时的总统 罗斯福是希望参战的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 在德国旅行过 骑个自行车 在树林里面藏一个水果 也会有警察从树丛后面钻出来 把他抓住惩罚了一顿 所以他认为呢 德国是一个军警主义国家 所以他不喜欢德国 再加上呢 德国呢 开展潜艇战 袭击了很多的美国军舰 即便如此 每次投票 美国人大部分都是认为呢 不要参战 我们宁愿承受现在的损失 也比参战好 因为参战呢 意味着重大的损失 事实也是如此 在美国没有参战之前的时候 美国的GDP占全球60% 但是参加完二战以后 承担了巨大的社会 国际义务之后呢 美国的这个GDP 只占全球的40%了 而且呢 现在呢 只占不到30%了 只占20% 大概在圈里面 所以说呢 战争呢 对于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来说呢 可以说是有百倍而无一力 而对于印度 也有同样的道理 但是印度人民为什么选择 要与中国开战呢 那是因为他们忍无可忍 他们觉得呢 中国太邪恶了 中共太邪恶了 这份杂志呢 基本上 这个份民调呢 就显示呢 印度跟中国是早晚要有一战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这份民调 已经明确地告诉印度总理莫迪 你不能退一分一毫了 你不能再退让了 所以呢 印度呢 将来呢 会蹭土不让 而他对 跟他对面的这个习近平呢 又是一个愚蠢无比的家伙 也是蹭土不让 所以说呢 这个中印之间的一场战争 已经难以避免了 现在的国际形势呢 就是 就是对于中国的战争 这个前景的预判呢 应该就是说呢 回到 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1840年之前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跟中国有冲突 因为那时候呢 中共也 那时候的大清国 也是实行战狼外交 嚣张得很 他们觉得全世界唯我独争 你像林泽虚他们都狂妄的 不要不要的 就是说呢 他们认为 世界都是一些蛮荒之地 都是蛮夷之国 中国才是礼仪之邦 才会 才是天下老大 老大 所以说呢 他们比尼天下 到处惹是生非 但是呢 各国那时候呢 因为这个大清国的这个体量太大 这个人口太多 也不敢去攻打中国 再加上那时候的 人船运输呢 技术不像现在那样 有上半登的 那时候的规模都很小 运输也很困难 甚至很多海员 在漫长的几个月 航海途中会死雨 尤其欧洲的那些国家 所以说呢 这个大清国都一直嚣张 终于到了1940年的时候 他激怒了英国 然后呢 英国派出几千人 就打败了中国的这个百万雄狮 狠狠地教训了一下中国 这下麻烦了 从那以后呢 法国人也敢打中国了 日本人也敢打中国了 八国联军 哪个国家都敢来打中国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中国 非常无能 非常没用 纵然有四亿人口 纵然可以组织数百万军队 但是呢 却毫无战斗力 现在也是这样 像印度 日本 这个越南 之所以没有轻易地 就是忍住跟中国不作战 那都是在等待美国打响第一枪 一旦美国跟中国开战 或者打响了第一枪 各国都会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 都会夺取他们 梦迷以求的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印度肯定会占领整个西藏地区 中国西北的这个像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包括蒙古 也会分拥而上 占领从新疆到内蒙的 从东到西的 横跨大概四千里的 辽阔的北方区域 草原区域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呢 与国际社会的冲突和战争已经 第一是在所难免 第二呢 肯定会被施得粉碎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 这是中共的选择 这也是中国人民呢 纵容中共作恶的结局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显示呢 李登辉呢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几十年来 李登辉的这个 可以说说追导会的这个标准呢 是最高的 他受到了最高的领域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代表团 日本代表团都去参加 他的调研仪式 日本呢 是由前手一向 申喜郎率领的这个代表团 已经到达台湾 并且呢 会见了蔡新闻总统 由美国卫生部长率领的代表团 到台湾去 其实这一次主要是两个任务 第一个呢 是跟台湾商谈呢 这个关于防疫 其实呢 是想希望台湾帮助 收集大陆的这个 传播病毒的责任 第二个呢 就是参加这个 李登辉前总统的追导会 这显示了 这个美日两国呢 都非常重视李登辉 因为他们都认为 李登辉呢 是台湾的民主支持 李登辉 英勇地率领台湾 走向了自由 李登辉呢 把人权还给了民众 虽然说李登辉呢 受到了中共的疯狂诋毁 但是呢 他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 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 都是过去几十年来 最重要的中国政治家 台湾政治家 好 谢谢您的收看 OK 谢谢大家